好,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一战存档啊,这个景象还是挺奇特的 静座你好,感谢您收到我们的求救信 我军开战时因西线兵力过少,遭到德国大规模进攻,败退至奥德河一线 建伊托四个田线师与一个主力师守住奥德河防线 南线伊托南部多瑙河与维也纳进行防守并且抵挡住了敌军攻势 由于匈牙利突然加入,我军丢失了一小部分领土 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由一个田线师进行防守,屡次抵挡了敌军攻势 外交局面,意大利、罗马尼亚、奥斯曼、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与我们结盟 但由于匈牙利与俄国的攻势,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相继停止抵抗 因英军偷袭登陆,意大利北部,意大利也停止了抵抗 关于这个工业,待会到游戏里面再看 这个地理方面,我们没有拉杰克、瑞士进战 从而将敌人防线分为三部分 现因长久进作战,无法破局 恐日久生变,特请进作来柏林指导我军 若成功,德皇决定将凡尔赛宫送于进作 这个凡尔赛宫好像不在德国吧 这个不是明显的画大饼吗 下面还有一个署名啊 鲁登道夫 真的吗?我不信 读完这封来历不明的求救庆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存档 这个局面还是挺离谱的 首先看一眼时间啊 已经到了1920年11月了 这个一战都打了六年了是吧 然后整个格局也大变样了 右边的沙俄已经消失不见了 已经都变成红色了 但这个红色又不是我理解的那个红色 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我不知道这个沙俄是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更离谱的是这个波兰啊 波兰也变成了这个红色啊 不过这个人他真的是会变成红色的人吗 不过目前从这个大局来看 这个沙俄的变身好像对整个局势并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还是被这个协约国给包围了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奥匈帝国他去哪里了 为什么被德国吃了一口啊 这个奥地利怎么就提前被德奥合并了 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有没有核心呢 居然是有核心的 那得看一下他这个国策是怎么回事 看完这个国策之后 我大概是明白怎么回事 他居然还能和俄罗斯一起把这个奥地利给瓜分掉啊 不过这不是和俄罗斯签了互不侵犯的吗 怎么会被打到奥德河 这个我就不了解了 但是因为这一手被刺啊 还是能拉到一些人的 不过这些人拉的感觉也没什么用 就是强行提前德奥合并吃了些地 从目前局势来看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线一战是怎么打起来的 因为这个德国好像做了很多外交 但又什么外交都没有做 他这个战争情报里面 塞尔维亚竟然是他的盟友 原来这个刺杀奥匈皇储是德国指使的呀 这么简单的盘了一盘 突然就真相大白了 不过这些国家加起来也没什么用啊 现在好像就剩一个保加利亚在这边苦苦支撑了 还要被这个俄罗斯暴揍也是挺惨的 然后算下来的就是这个奥斯曼帝国主导的巴尔干条约了 这个奥斯曼裂了好像又没裂 他裂开来的地又变成了他的这个盟友 现在继续和这个俄罗斯打这个俄土战争 俄罗斯好像变换正体的 但是又好像没有变 周围一圈还都是他的小弟 只能说这个一战模组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一圈看下来我觉得我又得开始恶补历史了 这个俄罗斯不知道怎么搞的变得这么魔幻 可能是大家自信满满准备选举的时候 这个选票全被买走了 导致这个全俄制限议会就直接成了 后面也没有什么红白大战了 直接就给他总统大选结束了 好我们现在回到正题 我看了一下这个德国打了这么多年仗损失居然不大 而且他这个前线部队都是蛮黄条的 所以我觉得反攻还是挺有希望的 但是都已经到这个时间点了 你至少得把你的这个坦克研究一下 这个时间点已经可以用上最好的坦克了 如果我们有这个坦克的话 混个金盾还是很容易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火炮 这个排击炮已经拉满了 所以榴弹炮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我们已经可以做这种比较高级的步炮了 反正就是步炮混一个坦克 然后这个德国也是非常的坚决不看决议啊 他到现在都没有点这个施里芬毛奇计划 如果我们点一下的话 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冲到巴黎去了 所以目前想破局的办法就非常简单 我们就赶紧做点步炮金盾高达出来 然后沿线先把这个法国冲了 我们待会就沿着这个海岸线一只包饺子吃过去就行了 这个萨额看似很多 但是没什么用 我们只要不停的做这种金盾高达 还是可以吊着打的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 这个德国倒像是这个一战的受害者啊 他什么事也没做 反倒是被周围圈围着打了一顿 到现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入侵 像个和平爱好者一样 从他攒了这么多年的装备来看 接下来想编一支很精锐的部队 还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只要稍微把部队改编一下 就可以随意平推了 这边再来看一个我特别想救的存档啊 就是一个经典的波南黄女线 这边也不多说什么了 如果本期视频投币数能超过一万的话 我将直接拯救这期存档 并且我会开启一个投票 就是把之前锐评过的存档 但没有救的 再来投一下 看看大家想救哪一期 这边再顺便说一下 就是大家发来的存档 我都是有建档保存的 但是想筛选出一期 用来做存档锐评 还是非常麻烦的 手上有这么多存档 也不太好意思 所以接下来如果 我有空的话 我会 挨个把每个存档都回复一遍 就是很简单的讲一下 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就行了 我们先来读一下 这个来自波南王国的求助信吧 是战无不胜的润州晋将军 波南王国在最尊贵的女皇 最后的罗曼洛夫 全体斯拉夫人的最高领袖 阿纳斯塔西亚 罗曼洛夫陛下的英明领导下 历经图治 希望重新团结全体斯拉夫人 只可惜 女皇陛下 终究心地善良扩张过慢 将斯洛伐克地区拱手让与德国人 在与德国人浴血奋战争 苏联无耻偷袭 将北部尽数占据 当下国家正处危难之气 尽管部队庞大拥有最新的编制和装备 但终究人力见底 已经开始实行全体成年人服兵役 大片沃土惨遭侵略 谨慎划沙等地艰难防御 我仅代表全体斯拉夫人 向你请求帮助 能否击退德国和苏联的入侵 让全体斯拉夫人 再次沐浴在女皇的恩泽下 这个全体斯拉夫人 是不是说了有点大 因为我感觉现在 都是这个斯拉夫人内战 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感觉还好 因为只是被这个苏德两国给夹击了 被包在了中间打 但是这个波兰还是剩了不少地的 从目前的战报来看的话 波兰是损失了400k人力 不是很多 然后他换掉了这个德国1.6M 还有苏联300多k 还是非常高的战损比的 而且目前这个波兰是在同盟国内的 还是有盟友在帮忙打 所以从这个整体情况来看 不是很劣 然后档主反应的主要问题 就是没人力了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你的核心领土都掉了 所以很难能凑出这个正常的人力来 不过波兰目前手上的尸还是挺多的 看来一下 波兰已经点到这个长路归香了 这个波兰点完就离谱了 因为这个波兰能给20%的核心攻防 还是很强的 波兰最强的波兰的数就是这个人士已进这条线了 这个条线想点出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一旦点出来 波兰将会变得非常无敌 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想破局的话 我觉得还是得先把右边这边的部队给撤回来 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工业 我们可以先撤到这边来 然后删掉绝大部分的部队 把我们的装备给存下来 给我们的这些主力师来用 看了一下这个波兰还是有大概35个14步4炮一中防空的 是完全有能力来反推的 但是反推这个苏联不太现实 因为毕竟这个莫斯科离我们比较远 但是反推这个德国就很容易了 因为这个德军已经损失了大量的部队了 现在黄桥都不满 所以我们还是能很快集中一波兵力打到波林去的 如果运气好 能迫使这个德国投降那就更好了 而且现在这个德国也是两线作战的 他现在在这个西线基本上是打不进去 因为这个同盟国的部队已经堆起来 现在德国唯一响赢只能靠这个意大利从南线打 但是这个意大利根本就没有在南线放兵啊 而是德国的兵在进攻 所以这个法国问题不大 所以经过综合考虑 如果波南现在其中自己所有兵力向左边进攻的话 还是很快能拿下这个德国的 而且左边还是有不少核心领土的 我们打回一些地还能恢复一些人力 还是挺不错的 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存档啊 又是一封信 今日起咒欲新败战亭之要 随控希腊坚图尔其奈何地遣且AI狡诈 射诈数次皆不入阴 又扣深入工业卫星历时数年有余 乃将其军净杀以十二精锐入关 四零年中 拜瞻亭赴吾多时罗马尼亚入轴然 国父之魏九 余军无几 薛庄无人 随挤取阿尔巴尼亚 土耳其西南皆为意大利所获 荆齐军直逼军士坦丁堡 希腊南卡拉玛塔港县 吉原施特 恕军静默 魏己祥 今已为力 不往昔之貌 静坐 还望静坐救我 前一段时间突然有好几个人发这个拜瞻亭的存档给我 不知道是都是一个人 还是大家就比较凑巧 在这个时候都完了这个拜瞻亭线 反正这条线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尤其是这个决议啊 这个下面这几个决议还是要吃一下的 不过他这个也就是吃了一个土耳其 我看了一下原来他这个下面几个都没点了 这个头子已经自下不点的话少一个客源潮还是挺伤的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着急就把这个阿尔巴尼亚给打了 而且打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没有做一个港口专门去坑杀这个意大利啊 现在被意大利登陆了就很难受了 而且这个意大利登陆的部队里面还是夹杂着德国部队的 虽然这个德国部队没什么装备 但是也是非常难打的 从目前的这个整个局次来看 这个同盟国应该是指望不上的 但是自己来守的话 你这个压又丢了 现在基本上没得打 只能死守这个军事坦丁宝啊 我们现在把部队撤一撤 还是可以死守这个海峡的 从这个主要装备来看 还是设计了一个中防空的 不过这个中防空有一点点贵 不过还行吧 虽然是这种战监期的底盘 不过这个效率没有拉上来啊 导致我们这个中防空缺的有点多 目前这个产的这些兵肯定是来不及下了 我们就收拢一下残兵 然后死守一下这个安卡拉到这个军事坦丁宝一线啊 这边也是可以堵一下的 反正都是比较狭窄的地区 我们想办法在这个位置把这个德军给堵住 然后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核心来说的话 应该不会投降 把这几块比较富的地堵住 然后憋我们的部队啊 憋点这个中防空出来 还是可以反推的 毕竟这边地形比较怪 我们想吃饺子也是非常好吃的 我给予这个玩家的建议 还是以后进攻之前 最好先报一些衣布师 把这个港口啊 海岸线啊什么的填一填 因为这个主要工业区在希腊这边丢了 还是挺伤的 至少损失10个军功左右吧 能在这个位置堵住就很不错了 关于其他编制 还有这个学说之类的 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定守住就完事了 等这个德国打苏联之后 可能战局会好转一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萌新联机存档吧 这些存档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啊 很经典的这个苏德solo存档啊 但是这个德国为什么加一 我不是很明白 就算给德国加一了 苏联的这个工厂也比德国多得多啊 然后这个伊朗还被苏联给吃了 然后苏联的编制 基本是14步4炮 一中防空 看到这边 我们大概就明白了 这个双方是什么样的水平 然后德国有152个9步1炮 来当这个填线 51个石中坛5模 来当这个突破师啊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苏联人力还是挺多的 然后双方都是在玩间谍 然后苏联的这个大河航线 修了三级的堡垒啊 可以说是坚定的马其诺主义者啊 希望静坐给双方都出一些建议 会给每个视频三年的 真的吗 这个我不太相信啊 但是我还是喜欢给大家出建议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苏联的情况嘛 这个一条线整整齐齐的三级碉堡 也是挺不容易的 就算这样子 这苏联还是有480个工厂啊 看来他在这个运营方面 还是下过一点功夫的 目前手上282个军工 有65个军工在产枪 65个军工在产炮 所以说有的时候运营再好 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们都拿来产枪和炮了 这么肥的苏联 没做什么装俩吃 我是比较惊讶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中坦的配置啊 这个坦克21块钱 然后疯狂的叠甲啊 把这个甲给叠到了10点 然后引擎叠到了14 可靠性居然还能超过100 也是非常的离谱 我不知道他在装了这个柴油机和柳立杆的情况下 把引擎叠到14的意义是什么 可能是想配合他的骑兵来一波奇坦冲锋啊 但是他这个骑兵也没有放在装甲师的编制里面 不过这么厚的装甲厚度确实是能给对面来一个惊喜的 可惜的是这个存档没有接着打下去 不然再打下去的话 这个德国人很快就会被这个坚硬无比的T34给吓死 看一下这个苏联的整体情况吧 感觉情况良好啊 就是这个部队有点不太对劲啊 他造了276个14部四炮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肥 但是只有11个这个实坦实膜啊 非常经典的40宽编制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40宽 而且是裸装的 这个编制典型的高突破低弓啊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编制啊 成功的做到了一万多块钱的装备 只能打出300软弓的惊人效果 这个酱肯定是没有刷的 但是他这个间谍做的还是挺好的 从这个间谍的覆盖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德国人这辈子都别想点这个决战计划了 这个计划点出来也是零 等于没有点 作为这个经典的军事顾问 我们也不能单独偏袒苏联一方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德国 首先前面这五条线就把我看晕了 原来大家进攻都是直接画一整条线 而且这个德国好像不知道有元帅这个东西 但凡我们上一个元帅也不至于看得这么难受 从这个工业分配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德国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只拿了48个厂来拉枪 而选择了80个厂来造这个坦克 这个分配比例稍微比这个苏联好一点点 但是他这个坦克设计的就比较倔强了 他在这个4号坦克里面塞了三个弹药价 我不知道是觉得可靠性太高 准备浪费一下吗 但是这个4号还是做到了便宜耐用的状态 虽然没有什么软弓 但是突破还是挺高的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德国点了这个现代散电站 讲道理是不会缺突破的 所以他也是做到了一个很惊人的编制 不过相比苏联来说还是有进步的 因为他只用了6000块钱就做到了300软弓的部队 还是挺不容易的 不过这个30宽我觉得和40宽比的话是有点小的 因为全式坦克的编制必然会导致我们的这个HP比较低啊 可能这个部队打起来损失比较大 我们可能一波进攻失败就会损失两到三个银的坦克装备 这个对于长期作战还是不太有利的 从这边的布局来看的话 这个德国估计是准备散将一波英国的 但是英国家里面有20个尸顿在港口 所以应该是没什么机会的 这10个坦克放在这边就只能看了海了 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德国打不动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的这个部队很多计划值只有2%1%啊 这个东西计划了给没计划一样 其实也不用画计划 观察了这么久的萌星对抗之后 我发现一个道理 就是在双方都在玩步炮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空中置身理论啊 就是我们只要大力发展空军就能打赢对面 这个版本的飞机设计还是很容易滚雪球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改换一下思路啊 不一定非要所有的都去拉枪拉坦克 我们可以全拿来拉这个飞机啊 反正大家都是步炮户怼 只要飞机能打赢我们就能平推了 因为这个禁地支援机打的伤害都是真实伤害啊 真实伤害是这个钢四游戏里面最真实的伤害 我们想打赢一场战斗 就是要削减敌人的组织度 如果我们能不停的用飞机对对面的组织度造成伤害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面即使是这个25步也是能很轻松推了动的 所以我给这些人的PVP建议就很简单 大家都去发展飞机就行了 说到这边我不由的又去看了一眼这个苏联的工业 它这个在拉了中型自行防空炮的情况下 又拉了一级防空炮 属于是这个工厂太多没地方浪费了 如果我们想完全免疫对方的禁地支援机的话 最好还是把这个对空攻击拉到七八十左右 这样的话应该是能拉到上限值啊 就是75%的减免 但是很可惜这次这个苏联预判错了 因为这个德国人根本就没有造飞机 所以他这些防空都打了空气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防空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判断 不然的话太多防空占用了我们的格子 导致整体部队的软弓太低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现在这个软弓算是比较成功的软弓了 因为他的这个杀伤已经完全比他的这个超级贵的装甲石高了三四十点 所以综合来说 不炮护怼的情况下 谁飞机强谁就赢了 以后大伙还是主要发展这个空军吧 关于这个飞机怎么造我就没什么标准 反正就是拿上你现有最好的机身 然后装上你最好的引擎 然后塞上最多的炸药就完事 好